讲段子特别害怕 害怕在哪里呢 因为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啊 你是很难去冒犯他的 是吧 比方说父母啊 老师啊 同学你很难去冒犯 但是脱口秀演员就得冒犯 就得勇敢地往那些领域去闯 是吧 脱口秀演员们的男 究竟闯过多少领域 大家回头把池子 所有的段子都看一下 人世间所有的领域 只要是有冒犯的都进去了 好吧 对面马上要出场的余浩铭 跟大家说个余浩铭的事 就前两天余浩铭在那个机场 看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刘烨 几个剑步冲上去 把刘烨抱住了 把刘烨吓得卡卡出来 我跟你说余浩铭就凭你的表现 没人绑架得了你 你能绑架别人 好吧 让我们热烈欢迎 红桥一哥 余浩铭 因为就像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这个受伤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这个一开始可能给人一种相对 比较坚强的这种形象 那可能大家这个一贯的这种认知 可能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那可能我面对很多事情 我都必须得坚强面对 我不可能有这种脆弱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绑架 这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这种绑架 我觉得 的确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余浩铭 我就是 我就是被刘叶一把推开的那个粉丝 真的 其实我跟叶哥真的是好朋友 不 被好朋友推一把 怎么了 但是 他后来竟然发微博给我道歉了 他一发微博 我直接晋升成为了红桥一哥 就想好了 我每天在红桥机场蹲明星这个事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 我们被爱绑架 我刚出道的时候啊 我经常去演这个高富帅的这种角色 对不对 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根本就没有演技嘛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澄清一下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演高富帅 我就是高富帅啊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是高富和有演技 简称高富演 现在我的脸真的没那么靠得住了 靠得住 还靠得住吗 还可以啊 还可以 帅 Thank you OK 很多人都说啊 这岁月是一把杀猪的刀 但是这把刀 仅对那些颜值高的这些人 穷追不舍 你说颜值高那些人活得得有多累啊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 哦 又被砍了一刀了 又丑了一点 脸上又多了一道褶子 所以说 这些日子还是很悲催的 直到有一天 岁月跟我说 余浩鸣 我不想再追你了 结果他给我来了一刀 狠的 就这样 我彻底摆脱了颜值的绑架 我彻底 失去了颜值 接下来的事情呢 我在我靠脸的那个时代 有一部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哦 那部戏真的 那个造型太吓人了 真的 我现在都在犯多子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啊 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叫 端木磊 但是他的原版叫花则类嘛 结果我就被誉为 最丑花则类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 后来大鹏哥捧红他这个东北F4 对吧 他们的那颜值 那个气质 真的没有人会跟他们去看流星雨的 更何况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尼古拉斯花则类 简直就是尼可拉倒吧花则类 但是 剧情急剧下滑 那个时候我的颜值急剧下线了 所以呢 我也再也演不了我以前那种角色了 我就放下我这个姿态 去跟我这个制片人导演 去争取角色 我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我去客串的角色 有人跟我说 死跑龙套 我想说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如果你非要叫我是跑龙套的 能不能够在前面 不要加那个死 一直到现在 热播的这部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月 我终于有机会 在里面饰演一个反派的角色了 孙丽姐是演的女一号 反派啊 是极具挑战的 所以呢 我每天就到片场 去跟丽姐学习 丽姐也非常用功啊 每天待在片场 剧本都不离手的 她还跟我说 哎呀 这台词真的太难背了 我不好意思 我只能提醒她 丽姐 剧本拿反了 她跟我说 你懂什么呀 这叫倒背如流 虽然粉丝一直希望我演正面角色 但其实反派才是最难演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陈晓以为自己要演反派 才演了这个戏 后来她发现 她竟然是 男一号 我就替她难过说 哎呀 陈晓 我说就你那个帅样啊 你戏路太窄了 你只能演男一号 这部剧的热播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我看弹幕上面说 丽姐一出来 哇 丽姐好美啊 演技好好啊 何润东一出来 哇 好帅 宠奇狂魔上身 好酥啊 跟丽姐好般配啊 我一出来 这余昊明怎么越来越讨厌啊 什么时候死 但是最委屈的是 有一个剧情就是 何润东最后被毒死了 丽姐哭得特别伤心 然后呢 骂我的弹幕就更加狠了 但是啊 有些观众 还是独具慧眼的 这眼睛还是血亮的 因为毒死何润东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是灯超下的毒 我希望以后 人们提起我余昊明的时候 跟我绑在一起的 不再是颜值 大火 而是演技 实力 还有 影帝 真的 我真的希望我终有一天 能够成为那个 推别人一把的人 不是叶哥那种推啊 大家好 我是余昊明 余昊明今天表现 很惊喜 好笑 报笑 不至于 但是呢 她的那个真诚的感觉 她的那种运心 还有她的那个 对人生的态度吧 很明显能感觉到观众 是在听她讲话的 这个很了不起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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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明 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别担心弹幕会骂你 这节目的弹幕是我的 被你承包了 对对别操那些 哎 剧里面后面还有什么剧情 可以透露啊 我们剧透一下 哎 哎 两句话啊 两句话 预备开始 我在这部剧里面 我是承包饭盒的 盒饭 懂吗 我是给别人发盒饭的 我这盒饭生意特别好 特别特别的好 真的真的 所以呢 以后啊 下一个是谁是吧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对我剧透完了 剧透完了是吧 反正就很精彩嘛 特别精彩 特别复杂嘛情节 对 谁在乎呢 谢谢 谢谢豪平 哇 余浩铭不错 真的演得很好 而且真的 挺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因为以往我们更多的 了解余浩铭 还是偏偶像的 确实是 绿队 红队 各位 投票 来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会因为你而增光彩 就你那个样子点头哈腰的 那才叫卑微 就和我求你 上你的节目是一样的 今天的嘉宾我说一下 注意一下纪律行不行 李国庆 于浩铭 还有李文汉 你们干嘛呢 是录节目录多了 谁说你去什么 还互动 还一问一答是吗 我们不能说话 这个节目叫吐槽大会 不到你说 老老实实跟这听着 谁让你回答问题了 这怎么还呼启动来了 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我的天哪 你也是 瞎呼应什么 我发现主持人 为什么说金龟子姐是前辈 你看人家乖乖的一动不动 就是小朋友们的好榜样 生气 下一位要上场 于浩铭 大家还记得当年 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端木蕾吗 而现在只能是大名芳华 李朱雅文的二叔了 朱雅文比他大四岁 演艺圈就这么残酷 各位 不是说你老了就不红了 是你不红了就老了 按照这个逻辑再过两年 阿浩铭 你能演朱雅文的二爷爷 来吧 有请朱雅文永远的长辈 于浩铭 大家好 我是于浩铭 丹姐 真的 虽然我跟你比较熟啊 但是我觉得今天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 应该是李国庆老师才对 对吧 大家知道 李国庆老师 一名知名的企业家 不过现在说这个话 可能真的有点不太准确了 李总现在已经没有企业了 好像连家都没有了 李国庆 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 李总 虽然我跟你不太熟啊 但是你的那些新闻 我真的都看了 哎呀 你还卖什么书啊 你的那些经历 可比书精彩太多了 我劝你直接写个自传 绝对大卖 到时候呢 啊 虽然你人离开公司了 但是你的书 还能挂在公司的畅销排行榜上 对不对 到时候还能跟公司说 你看 我就喜欢这种 你看我不顺眼 但是又甩不掉我的压子 李文翰 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辛辛苦苦地参加一个选秀 拿了第一名 对吧 但还是一个素人 但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怪你 当年快乐男生那个时代 一年就一档节目 我一个第六 现在在 在座的观众 朋友们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位置吧 是吧 我只能说一句 你呀 就是没赶上好时候 真的是 你要赶上我们那个时代 以你的这个实力 绝对拿不到第一名 你现在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嘛 今天金龟子老师也到场了 真的 是我童年的回忆啊 这都多少年了 金龟子老师 还保持得这么好 对吧 一点都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这是金龟子呢 还是 龟 没有没有 金龟子老师 看一下 金龟子老师对金龟子这三个字 可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之前 有一个教育机构 也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被他告了 说侵权 他自己呢 还拍了一部动画电影 就叫金龟子 我想啊 他想跟自己 跟金龟子这个名字 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以后呢 就别说教育机构了 我估计连金龟子这种昆虫 都不能再叫金龟子了 这个让很多的这个生物学家 非常的苦恼 那以后金龟子应该叫什么呢 难道应该叫 刘纯燕 我看可以 以后小朋友打开电视机 就看金龟子 关掉电视 去抓刘纯燕 弹总 我当年上了你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啊 你邀请过我 真的我很感谢你 一开始接触呢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聪明 聊着聊着 我又觉得我自己特别自卑 我感觉我在他面前 真的什么都不会 他还一直打压我 说我那期脱口秀 说得一点不好 但是我到现在 我才反应过来 我是被被他PUA了呀 不过PUA这种事情呢 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反应过来的 有些人结了婚 好几年都没反应过来呢 单姐 我都没叫呢 你鼓什么掌呢 对不对 看着猪丹干什么呢 我曾经跟他做过一档综艺节目 我是嘉宾 他是主持 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了 单姐这个人的特点就是 对人掏心掏肺 就这么一会儿 我已经了解 他的这个人生的生平了 真的 了如指掌 我就当时呢 才意识到 我原来是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主持人 天天兄弟 怎么就把我给踢了呢 李丹刚才也说了 但是呢 说得不太好 说单姐爱得卑微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 但总 你换一个角度 你就能够理解了 单姐的丈夫 可是周一维啊 最会演戏的男演员之一啊 对不对 塑造了多少的经典角色啊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朱丹他老公 真的是体验派大师 真的 为了一个角色 牺牲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你看朱丹 到现在没看出来 周一维是在表演 关于他们感情不合的事情呢 其实我很早之前 其实也有怀疑过 但是有一次 我在北京啊 我碰到他们俩了 两个人在逛街 抱在一起特别甜蜜 不像是感情不合 但是我走进去一看 诶 周一维好像抱的不是朱丹吧 诶 我再走近一点 诶 丹姐抱的也不是周一维 诶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错了 认错人了 sorry 但是没关系 我看好你老公 和你之间的感情 没问题的 你回家之后呢 我觉得好好向副教子 也挺好的 但是呢 教孩子认人这个事情 还是你老公来了 谢谢大家 我是于昊铭 够狠 大家注意一下 下场的礼节 第一呢 是一定要打个招呼 第二呢 如果你们给朱丹都贵了 那面对金龟子姐姐 还能怎样呢 前辈在那儿呢 啊 调整一下状态 好不好 下一位要上场的 李文汉 李文汉2015年就出道了 出道的那年 得了一个最佳新人奖 然后过了四年 重新出道 2019年出道 再次拿到了最佳新人奖 不嫌多 不嫌多 李文汉 我觉得 你做艺人不咋地 做新人很有经验 我跟你讲 这次出道 没成功 没关系 18年后 又是一条新人 来吧 有请永远的新人 李文汉 我知道 好 Bach 谢谢 好 啊 好 是啊 和